大陆男艺人高云翔去年3月在澳洲涉嫌性侵一名女编导,遭当地警方逮捕,现在案发将近一年,虽然高云翔申请保释成功,但仍需佩戴电子脚疗及受多项限制。 据了解,高云翔申,25日正式开庭,未料又面临7项星指控,全身而退的几率看来微乎其微。 据今日澳洲报道,高云翔今日穿着黑色西装,并用墨镜遮住半张脸,在多名律师与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线深雪离中央地方法院。 据了解,高云翔分别被控两项严重猥亵罪,五项共同严重性侵,剥夺人身自由罪,后者最重可判处终身监禁,而严重猥亵罪最高则可判量刑7年。 报道指出,高云翔若在今,25日传唤中认罪,量刑员可减轻四分之一,但高云翔对此全盘否认,因此全案将于10月21日开庭进行实职审理,届时预计需花上六星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